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照顾 总是让我们都能够平安 今天晚上这个时间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 同心地来敬拜我们的神 愿神可以祝福大家 我今天晚上继续讲我的主题 今天我对我的题目做个小改变 在2020年12月开始 我就开始一起来学习有关于为主活着的这个道理 我已经大概讲了两次相关的道理 今天我想一起来学习的是有关于为主而活的一个含义 我们为主而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一个月里面 我有来学习相关的道理 相关的道理我没有深入地去探讨 关于这个意义 今天晚上我非常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 来以这个作为题目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呢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为主而活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 我们都是这个信仰里面的人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 不管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不要带着羞愧的心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要好好地把持着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所作所为 不管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们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有所分别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罗马书 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八节 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个经节 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个经节了 我想读今天看的这两个经节 我们翻到这个经节一起来读 罗马书十四章七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八节 我们若国政是为主而国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 或死总是主的人 阿们 阿们 这里使徒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方法 他在这个经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意义 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快速地读过 我们只觉得说 这个经节是有关于活着跟死掉的 我们就觉得只有活着跟死掉的事情 今天我用保罗的劝勉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保罗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呢 第七节这里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们之间 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的 保罗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若活着或是死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总是要献给神 因为我们是主的人 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他为什么是这样子来评价 为主而活的这种生命呢 这样子是因为他想让我们知道 日常的一个生活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信的人他们的生活 一种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活 他们两种人的生活有哪里不同呢 若是我们不信耶稣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信仰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就随自己的心意 过着一般人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要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现今的这个社会 很多的人 如果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父母呢 这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非常仔细地来照顾他的孩子 照顾他们的日常所需 家长总是非常努力地去赚钱 努力地想办法让家庭的生活 品质变得好一点 我们看看周围就会觉得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家庭 他们都是非常努力地去赚钱 他们在这些困苦 在这些劳碌之中 这样子的努力着 最后他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 也有许些不同 有一些人他们在考虑的时候 总以自己为中心点来思考 有的人他会觉得 自己只要足够使用了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有一天我们得死 我们在地的这个日子也要结束 保罗的话呢 他还没信耶稣之前 他按着自己的方式来过他的日子 他为自己而活 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就这样子的来理解他的日常生活了 他不同的理解 所以他就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保罗 并且保罗也从神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恩典 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目标 他觉得说他欠耶稣一辈子的债 所以他就定义 定义说他的一辈子 他这一生他活着或是他死 他总是都要为了耶稣而去做 这是保罗他的见解 其实他非常的清楚 在这里 我们可以跟他学习 我们学习哪一些东西呢 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写 那我们知道说保罗是耶稣的使徒 他是带着信心来服侍耶稣的人 并且是一个教会的领导人 他所做的跟他日常的生活 跟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他很努力地把事情做好 他做好了之后 他依然是努力地想把自己的生活 活着能够给信徒们做榜样 神检选他的时候 神有立他作为使徒 圣经这里我们就看到 他是由耶稣而检选的 有耶稣拆派他做使徒的 并且给他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 我们看他的一个生命 他并不是一直活得很顺遂的 有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患难 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缩 因为他信耶稣 他有他的目标 这里这个目标呢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的目标跟保罗的目标 是否是一样的 我们问那些也跟我们一样 信耶稣的人 我们问他说 这位弟兄这位姐妹 你为什么来信耶稣呢 他们有的就会这样回答说 我们来信耶稣有我们自己的目的 我想要从耶稣那里得着福气 我并且需要耶稣赐给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安 并且我死掉的时候 我还想要去天堂 信徒们这样回答是对的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那个目的 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我们想要的那一切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什么 一个东西 但是却是得不到他 因为这个人他不愿意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看到目标 我们不要想说 不要去担心我前面遇到的问题是哪一些 我们要一直往前走 我们不要退后 感谢主 根据圣经的这个道理 圣经让我们知道 为耶稣来活 为耶稣来活 这是一个 这是 跟耶稣有份 很多的人 他们会这样去想 他们会这样去想 我如果为耶稣来活的话 其实我会活得非常辛苦的 因为为耶稣而活会影响到我日常的生活 于做 因为人会这样去思考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说 我会需要去牺牲我在这个世上的光阴 或是去牺牲我日常生活 会去做的那些事情 要去丢掉一些牺牲掉一些 把做那些事情的时间拿来服侍神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人还会这样子去想 我自己都需要很多的时间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工作上 有的时候又有人这样想 我自己每一天 要这样子的努力去学习神的道理 要读圣经 要学习圣经的道理 之后还要很努力的去祷告 这样坐下来之后 就会觉得好像很烦 就会进入到一个迷失的状态 问自己说 为什么我信道这么累 会觉得说非常的累 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来信耶稣了 有点后悔 为什么人会这样子想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在定睛的看那些不信的人在做什么了 看看那些不信的人 就觉得说他们的时间不需要拿来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日子活得这么忙呢 但是我们再回来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将这个时间给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这个价值 我们一般我到乡下去的时候 或是在金边的这个教会里面 或是到其他的地方去的时候 每次只要有聚会 那些上台分享道理的人 他们总是用神的道理 来勉励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会寻找方法 讲一些有关日常生活的这个道理 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要来思考看看 我的日常生活该是如何的 我呢也一样有这样子在去想 我想了之后又想 我有几点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刚刚我说过了 弟兄姐妹大家都在听我讲 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们是真的吗 如果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那对那些信的一般般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很难 为耶稣而活 对我们来讲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为我们信的这个神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 为什么这些信的人他们需要去为主来活吗 我们问自己我应该是怎么样的过日子 才算是一个信神的人 神准备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奖赏呢 为我这样子为主而活的人 神会给我什么 今天晚上 我们看到的价值 我们看到的那些为主而活的这些人的价值 看到那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的这些人他们的价值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奖赏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有奖赏我凭什么去拿呢 这个奖赏 我跟耶稣 我跟耶稣 之间的这个联络 这个往来是怎么样子的 我跟耶稣之间的往来好吗 保罗这样子的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感谢主 我们再来看个经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四节 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四节 十五节 看到了一起来读 十四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利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哪为替他们死的 死而复活的主 是 这里保罗又接着说 我们读完的时候 我们来思考一下他的意思 他 保罗是这样说的 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 基督的我们 基督的我们 其实被神爱 基督的不止保罗 也有保罗的同工们 所以他这里指的应该不是只有他自己 而是 而是大家 因为他这里说 原来基督的爱 基督的我们 好呢 他们也这样子来理解 如果一个人 让众人死了 众人呢 也都算是死了 因为耶稣为他们死了 耶稣又活了 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 如果我们是这样想 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 那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得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些 但是耶稣确实是有复活过来了 所以 主耶稣没有留在人给他埋葬的那个墓里面 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 若是耶稣没有复活 世界上的人就没有方法了 也没有办法去得到耶稣神想要给我们的那些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是因为主的爱 耶稣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 耶稣的爱 是爱到愿意替我们死的这种爱 如果我们去问同样活在这个地上的人们 有没有人爱我们呢 爱到愿意为我们而死 有吗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爱自己的 我们来想想我们父母的爱 他们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在努力 但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他们是做不到的 两个人 打个比方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当他们在恋爱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他们会非常的爱对方 一直到他们结婚了 我们就会发现结婚了之后 他们之间的那个爱 就开始有了变化了 就有不一样了 特别是跟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回来想神的爱 确实是跟人的爱不一样 神爱人一直爱下去 爱到永远 一直爱爱到最终 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给我们这个爱呢 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想保罗 为什么保罗这么明白耶稣 因为神亲自教导他 我们也一样 我们到现在有没有明白呢 虽然耶稣不在我们看得见的范围之内来教导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习 或是透过祷告 向神祈求智慧 向神祈求智慧 来明白圣经的意思 感谢主 我们来想想看耶稣死的这个价值 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拿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要给这一份死呢有价值 我们不要觉得说耶稣为我们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最近我有这样子的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信了耶稣之后 你们日常生活是不是过得很辛苦呢 他们说是非常辛苦的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信了这位耶稣 他的日常生活是不是也辛苦的 他们就很快地回答 他们说耶稣的日常生活不辛苦 因为耶稣是神 我们是人呀 我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刚开始不懂 我就赶快地翻圣经 并且将圣经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他们听了之后 我就看到他们的脸色就不太好了 他们就开始思考了 他们就重新再说一次将他们的答案呢 改过来了 我们所信的耶稣 当他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顺遂的 耶稣来这里受苦全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心去体会这一点 价值 耶稣死的这个价值 是耶稣的死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耶稣将这个很有价值的这个死来给了我们 刚刚我们说到了 我们看了这个经节里面 说的是耶稣替众人死 神给我们自由 给我们自由 意思让我们来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束缚 为什么呢 就单单因为神爱了我们 感谢主 看哥林多前书 六章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节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师 在这个经节里面 保罗这样子告诉我们是想让我们知道 说耶稣是用重价把我们给买回来的 所以保罗这样说 让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 让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 来荣耀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想到了 只要我们一想到耶稣的死 我们就要想起耶稣的一个恩典 我们的心要这样子的来回应 向耶稣回应说我愿意为我所相信的耶稣来活 我们都是爱主的人 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 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们心里就会得到力量 勇敢起来愿意为主来工作 让我们有勇敢的心来面对问题 这里一样的 这个事情也让保罗得到了心力 同样的也让保罗的同工们得到了力气 他是这样子的看重的 他看重了耶稣为人而死的这件事情 在这里 所谓的死 好像一说死很简单的一个字 但是我们来了解一下死的意义 死对耶稣来讲是在十字架上受苦 我们将看到 我们能够这样子理解 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有机会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活着我们要保守自己 我们要如何保守自己呢 我听一个信徒这样跟我说 他说有两个牧师 来到他的家 来告诉他这样说 如果你需要一个圆子来种菜的话 或是你需要一个鱼尺来养鱼 我就会告诉你方法 我们的信徒听到了这样子的话 就告诉你两个牧师说 这样子很好 谢谢你 你不用再跟我说了 他有说 我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呢 该做的做好 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说有一个人他 准备了一块地要来种菜 他就需要去预备这个 去准备哪一个 他需要有东西把他的菜园子挡起来 这样子才不会有动物进来吃他的菜 如果没有保护好的话 他就会有受到亏损 所以这个人这个信徒 他的回答是 其实他在他自己的心里做的一个篱笆 我们要如何在自己的心里做一个围墙 来保护神给我们这个道理 每一个人 我们要如何去整理这块心田呢 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好好地成长呢 如果说我们外面做得非常地好 但是我们的心并不好 那我们的心里就没有办法长出神的话 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外面比较容易做 但是如果我们来思考神道理的意思 之后努力地来想想 我们就能够真的把它做得非常地好 刚刚哪个地方 我这样说 神的耶稣的话给保罗加添了力量 也可以加添力量给我们 有的时候我读的圣经边读边想 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些道理的意义 圣经的话确实是有力量 确实是有权柄的 如果拿来跟其他的书比较的话 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没有差很多 因为圣经里面写的也是字 其他的书里面写的一样是字 但是弟兄姐妹们应该要知道 应该都是知道的 圣经跟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子的理解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为什么我们要保守自己呢 为什么要我们不跟世界一样呢 我看到一个弟兄 他信耶稣信了很长时间了 他得到耶稣非常多的恩典 但是他每一天的生活 他每天的生活 就一直随着那些不幸的人去做事情 所以他活得非常的难 有的时候甚至吃的东西 穿的 他总是不足 我要常常的去访问他 我每次去的时间都不一样 这一次去的时候我用这个方法来跟他问 有一次 我因为常常想起他来 我常常为他祷告 现在他虽然还是软弱 但是神非常的爱他 所以我也是人 我更应该要来喜爱他 我去访问的时候 我就用神的道理来跟他说 用神的圣经的道理来勉励他 他听完了道理之后 我就让他讲出他心里真正的想法 你真正的困难在哪里你要讲出来 他有自己家庭的问题他很难起口 但是他却跟我说得非常的多 他讲完的时候 觉得好像我听的人也想哭 他说的人也都想掉眼泪了 我就让他来思考一下 他从信了耶稣之后 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 我问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些恩典 那些见证 他说他有 他就开始一个一个来跟我讲 他说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 这一次这样子 他骑着摩托车到了这个野地里面去了 他经过了这个野地 要到一个村子里面去 这个林子 他去的时候是上午 当他回来的时候 当他回来的时候 是一夜里的 他骑着骑着就开始心里非常的害怕 他就祷告求神 因为他来到了一个渡口 他上了船之后 船上只有开船的人跟他两个人而已 他很怕开船的人打他 把他丢到水里去 这样子他会死 但是呢 那时候他想到了神 所以他非常的感谢神 他说他祷告依靠神之后 他发现说 他发现说 那个开船的人呢 跟他互动非常的好 他这个弟兄 他因为之前没有弟兄 没有神帮助过他 他觉得说 他嘴里不说耶稣帮助我 他嘴里一直说 他帮助了我 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跟他讲的这些圣经道理 都是帮助他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力量 都是给他精神 做支柱 他告诉我说 他现在的生活 他觉得他很丢脸 他说你看我很失败 我就这样跟他说 在耶稣面前 我们是他的子女 我们做错了 我们犯了罪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错 什么样的罪 只要我们悔改 神一定会接纳我们的 我又跟他说 下一周的聚会一定要来参加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来参加 我后来下一周我过去的时候看到他没有来 我就心里这样感觉 我说主啊 我们做的这些难道都是白白的去做吗 我想相信说不是白白的做的 所以我们又跑去找他 我们跟他说你要起来 你要勇敢 你要勇敢的到神的面前来 你要悔改做一个新人 感谢主 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他回来了 我今天准备了这一个道理的时候 我一直心里想着每个弟兄姐妹们 很多弟兄姐妹依然这样子说 我知道啦 神的道理是这样说的没有错 但是我做不到的 他们只要这样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回答他们 弟兄姐妹 你做不了 那是你做不了 我能讲的我都讲完了 他说还有差一点点 他说你可能讲了九十还有十没讲 那我说如果九十都有了 那十留下来做什么呢 他说你想要有这个能力 但是没有 我又勉励他 若是你爱神 而你真的是层层实事地想要来悔改 那你就要活得像一个敬虔的人 你就要懂得来祷告求神帮助你 想要改不是说立刻就能改得过来 那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时间来改的 我们只要愿意改 一点一次一次慢慢慢慢的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完全改过来 那时候 那时候到最后我们的心就会完全的清洁了 那时候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清楚你清洁了 我告诉他们说 我告诉他们说 弟兄姐妹们 关于日常的生活 我们要活得给四人做光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要给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光 我们得先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光 我来跟他们分享道理的时候 一开始讲 他们总是微笑地听着 好呢 我边讲道理 边问他们问题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的脸色就越来越不好 因为他们听着 他们就开始思考起来 有一个姐妹这样子回答我 为了耶稣 我一定要做得到 我也许年纪很大了 有的时候呢 我很健忘 但是只要我心情一好 我就要为我所爱的这个主去做 感谢主 我们看最后一个经节 罗马书 五章十二节 罗马书 五章十二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同一人入了世界 此又是同罪来的 此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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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保罗勉励我们 并且将方法告诉了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 因为一个人 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我们的教会里面 罪是因为亚当而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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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他们说 不是因为一个人而进来的 他们说 罪呢 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弟兄姐妹们来想想看 保罗这样说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的 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进来的 于是死呢 就进来了 死呢 就临到众人了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感谢主 我们来想想看这里 我们现在是神的子女 我们知道罪是怎么样 进入这个世界的 我们也知道 耶稣是怎么样 帮我们赎罪的 我们也知道 自己是如此 如何的清洁 我们就想想看 这个价值在哪里 我们想想看 如果罪 这个罪已经进来了 但是 因为有神的爱 耶稣为我们死了 让我们 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上 罪的束缚 是的 这个死亡有进来 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 我们已经不再受罪而束缚了 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 而死的缘故 感谢主 今天晚上 为神而活的一个含义 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去问 我要如何去为我所信的这位神 过我每一天的日子 感谢主 今天晚上一起分享的道理 我就说到这里 哈利路亚 阿们